AI人工智慧的应用让育儿更便利 二零二三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大展 就出现了能够自动驾驶的手推车 还有宝宝监视器除了可以测量呼吸频率 还能侦测baby的睡姿是否正确 一有危险状况会立刻传送警讯 到照顾者的手机 对听障者来说也有相当帮助 新手父母外出遇到baby哭闹 难免手忙脚乱 一手抱孩子 一手还得推手推车 加拿大一名职业妈妈 将这些困扰化为创业的转机 将汽车自驾技术应用在手推车 研发出可以自动前进的婴儿车 这一台结合汽车自驾智慧技术的手推车 它能侦测周围环境的危险因素 及时发出警讯和停下车子 双引擎的设计让手推车在上坡时 可以产生推力 减轻父母的负担 而下坡时也能增加阻力 避免失速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孩子在车子里时 父母还是得握住把手 不能使用自动前进的功能 韩格尔说 控出双手多抱抱孩子 是这台手推车诞生的目的 手推车还有摇摇床 以及助眠音乐的功能 透过手机APP联动 也能追踪定位 让家人知道 手推车的精确位置 高科技的手推车要价不便宜 目前售价约合十万台币 这款宝宝监视器看起来很普通 但摄影机内建了人工智慧演算技术 除了可以测量baby的呼吸频率 还能侦测宝宝的睡姿是否正确 如果出现可能造成猝死的危险因子 监视器APP会立即传送警讯到照顾者的手机里 宝宝智慧监控系统的人员表示 没有一样工具比得上亲力亲为的父母 但是在短暂的空白时间 这些智慧仪器能够发挥 临门一角的功能 让育儿经历更加的完善美好 公事新闻章属分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